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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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同意无碍 自在大方王三妹们 入出迎现同时自在门 随众生夜 随众生夜已所见差别 祝福得道自在门 下面是说的比喻 比喻这一段的文还在后面 啊 啊 张安哲的话不多 把其用乌鸦了 这些大段了 做了总结 总结的非常之好 啊 那里面是说的那里面所说的同 是理是现 所说的意 意识不同 说的是思 说的是想 深入万象 思想上 无量的差别 但是体现 没有两样 像 我们讲是有啊 信是空啊 不论是物质的现象 还是精神的现象 都是属于相分 薄弱行星上 讲得很好啊 色受想行识 色皆是空 空皆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受想行识 亦佛如是 没有两样 色是物质 物质现象 受想行识 是精神现象 现象 无量 无量 无边的差别 体现 体现是什么呢 体现是空 体现是 无所有 必须比较空 不可得 这十四次 在般若会上 为我们说出 万事万法的真相 真相 通达 明白了 这个人 就称之为 佛陀啊 那我们现在 好像也知道了 也明白了 能不能称 那佛陀呢 能称 也不能称 那为什么说能称呢 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智者大思想的 能称我们是 明自佛位啊 就是说 有名无实啊 为什么无实呢 我们现在 所听说的 没有真的 不是我们现前 现量的境界 我们现前 现量啊 是凡复啊 十一个 带着 妄想分别 执着的 佛陀 不能说 不是佛陀 佛说得很好啊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对于 任何一个众生 蚊虫蚂蚁 他也是佛陀 是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一切众生 包括蚊虫蚂蚁 包括 地狱众生 也就是 设法界 一阵 庄严 用众生 这个名词 全部都包括 净了 佛陀是什么 佛陀是 信啊 自信啊 谭经上说得好啊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事万物 是自信生的 就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包括 时间跟空间 所以我们在讲习里面 常常 向诸位报告 佛陀的教学 他的内容 可以用五个项目 全部 包括净 这五个项目 就是 能力 道德 因果 这时 科学 这时 早年 方东美先生 告诉我 佛经里面 所讲的这 是全世界 这学里面的 最高峰 那么科学呢 这世界上 鼎鼎大名的 科学家 爱因斯坦 这大家都知道 爱因斯坦 曾经说 如果有任何 宗教 能够应付 近代科学的需要 那应该就是 佛教 这是爱因斯坦 方先生 是大哲学家 这是大科学家 他们发现 佛经里面所讲的 科学跟哲学 都是登峰造节 我们现在 在华严经 也算是学习 不少了 将近 四千个小时 那华严经 那华严经里面 用华严经 把佛菩萨的 看法 世间的 科学 这学 佛陀 还是把它说成 叫世间法 不识 佛法 为什么不识 佛法呢 科学 这学 是二法 二法 不是佛法 佛法 是不二法了 这句话 说得深 也说得非常圆满 那什么是 不二法 你看 世间的 科学家 这小家 他有没有 起心动力 有啊 近色 纹身 起心动力 他有没有 分别执着 想想 有 对 那就是世间法 诸佛 菩萨 之法 实在讲 我们把它 分成五个项目 这是 随身 俗地 用世间法的 观察 角度 来看佛法 佛法 也是世间法了 所以佛法里面 文理 道德 英国 这学 科学 是世间法 实际上呢 实际上 佛法比这个高数 太多 太多 高在哪里呢 高在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 知识 他没有 起心动力 这个高了 太高了 所以方先生称 这个佛 这个佛经 哲学 是全世界 哲学的最高峰 这个话 不过分 佛法在哪里 佛说得好 佛法在你心里 那个佛法的总枢纽 佛法的总开关 不在外图 在你自己心里 因为你本来是佛 这个佛 是究竟圆满佛 不是分针佛 那现在呢 现在你变成了凡佛了 为什么变成凡佛呢 因为你有 其心动念 分别之主 我们做了一个 凡身 迷雾 示意图 做了一片 观点 这个观点 可以大量流通 多细心的去看看 你就明白了 你才真正的 体会到 究竟 月马 真正是像经上讲的 同意无碍 同意无碍 就是一切都没有障碍 你得大自在 大自在是佛法里面讲的 解脱 发生 剥弱 解脱 解脱 这个解 念去神字 不念解 念解是个名词 念谢呢 是动词 把它解开了 把什么东西解开呢 把烦恼 托是什么呢 托里流道了 托里舍发解了 这个叫托 舍发解 上一个小笼子 六道呢 小笼里面的小笼子 三土呢 更小的笼子 像一只小鸟 被关在最小的笼子里 山土 山土笼子解开了 还有一道笼子 六道 六道笼子脱离了 还有一个笼子 是花节 设花节这个笼子解开了 你得踏自在了 外面还阔天空 任意飞翔 浮发降临 历苦的路 你在十发节里头不自在啊 你在六道里头更不自在啊 在山土里面很可怜 那个圈子是越来越小啊 佛法里面成为媳妇 媳妇像神所把你捆绑起来 你不自由啊 拿着三个笼子 怎么造成的呢 现在我们明白了 没有人造 没有人设计 没有人把你关在里面 是你自己造作 自己把自己关在里头 古人有个比喻 比喻得好 春餐做节 餐吐司 吐司做天节 把自己关在里头 要自作自受啊 所以佛菩萨看到你 就可怜明天 你怎么会做这么傻的事 这是佛在经上讲 一切众生 一念不觉 而其无名 不觉就是无名 迷失了本性 本性是原主 圆满的把主 是本性 迷失了本性 就变成不错了 立刻 就变现出 建分 从建分 立刻变现出 相分 建分是什么 受想行识 相分 就是无知 速度 非常之快 刹那之间 这个三细相 马上就起来了 三细相起来之后 就变成六细相 三细六细 六细是什么呢 舍法界 一正 庄严 给主说 这个缩度是 一刹那之间 非常快速 佛经里面呢 常常这样子形容 叫一时 顿些 这个一时 就一刹那 顿些 好像同时 一刹 其实 他有先后 有先后次跌 但是 这个先后次跌 太快了 那我们不说别的 我们看看 库学家 这是近代的 物理修 比古代的 进步多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 这个高科技的 技术 电子的鞋位机 就从前没有 发现出 这物质现象 科学家的报告 所有的物质 最根本上 都是基本粒子 所构成的 这个基本粒子 应该就是佛法里面 所讲的 极为之为 而基本粒子一些 重要的近代物理观念 它有三个 第一个呢 它没有结构 没有其他 更基本的东西 组成 你像我们讲原子 原子是由电子 跟原子核 组成的 电子呢 电子还有音电 跟氧电 这个粒子 组成的 基本粒子 没有了 它没有任何条件 这是物质啊 佛法里面讲的 既为之为之为 它不能再分割了 再分割就没有了 第二个现象呢 物质跟能量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粒子 会变成能量 能量啊 也会变成物质 这个这个 粒子 基本粒子 是物质 互相转变 原子弹就是根据 这个理论呢 发明出来的 把物质 转变成能量 如何把能量 变成物质 这是理论上 是有 讲得通 技术上还走到 还没办法 那么佛告诉我们 相分呢 就是物质啊 就是基本的 粒子啊 确实 是可以转变的 为什么 微信所限的 能量 跟物质 它的本体 是一个 不是二了 所以科学家讲 物质是什么 物质是在 能量集中时候 自然 产生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 很短 这第三个 大部分 基本粒子 都不稳定 而且 它们会在 很短 时间内 崩溃 解散掉 实际上 它这个崩溃 解散掉 就是变成 能量 那什么原因 它会变成能量 现在没人知道 佛知道 佛知道 大地 菩萨 以上 它轻言 看到 那么 那么现在 科学家 只知道 在能量的世界 没有这个物质 就是连基本粒子都没有 在这个能量的世界 称之为常 爱因此 还把它乘坐 厂 厂里面是能量 能量确实 就像这个天空当中云彩一样 有时间很浓 有时间很薄 浓的时候 就会发生 物质现象 这个能量就会变成 粒子 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 跟现代这个物理学 所发现的 是一种事情 这个里面 世间法跟出世间法 那个区别就在 观察的人 观察的人 如果我们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那就叫出世间法 如果这些科学家 这些家 还有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支撤 那这叫世间法 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 效果在哪里呢 出世间法呢 真的解脱了 向此地 诉说 你得大自在了 出世间法呢 你还是不得自在 换一句话说 你死了之后 还要搞六大轮轨 你出不去 你出不去 效果不相同啊 这个就是说 世间法 是法永远没有办法 跟佛法比的 就在此 那我们学佛 要求啊 学佛要不救 一就是搞这 实现法 这个就是 古代的常讲的 你在佛法里头 有心 有心有解 你没有心 有心有解 古人讲 叫知解之徒 这个徒就是 这一类的人啊 你对佛法所说的东西 你知解 实在讲 知解 是不透彻 不究竟 你是听别人说的 知解之徒 要用儒家的话来说呢 道听徒说 听别人讲 自己并没有正的 今天 科学家族诗音 用科学仪器 自己看到了 看到 也是知解之徒 这个看到 不算是真看到 为什么呢 你是借这些仪器 看到的 真看到呢 不要借这些仪器 真看到用什么 用清静心看到 那你是真看到 不必用 这个电子纤维镜 不需要用这个 你看这个宏观世界 看这个太空 太空里面的星球 沉住 沉住坏空 这里面 起的种种变化 你用天眼看到 不要用纤维镜 不要用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 还是个工具 你还是各一层 再见到 你需要工具 甚深禅定 这个里面看到 没有工具 这个意思要懂 不需要工具 应用工具 就是各一层 那么这个就是 方先生所说 最高峰的意思 最高峰 无需要一切 科学里面降低空间 与物质 大臣教里面 讲的很多 我们在前面 读过不止一遍 虚弥 那戒指 戒指 那虚弥 佛在经上 讲的很明白 虚弥 当天日常种种一切合动 没有产生丝毫别话 甚至是 死亡天自己也不知道 他这个虚弥 他这是一正 一报正报 全在一个 戒指 这是佛法讲的 不思议 泄土境界 佛在经上 讲的四大海 我们地球上 水 堕于陆地 这个四大海 到哪里去了呢 到一毛孔里面去了 我们这个 寒毛 寒毛孔 到寒毛孔里面去了 大海里面所有的水族 并不知道 这个大海 在一毛孔里 这佛经上常讲 大小 我们前面读过 什么人能静 微尘世界 普行 菩萨 能静入 微尘里面的世界 微尘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人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世界 在微尘里面 普行 菩萨 知道吗 普行 菩萨 出入自在 那么现在物理学 也谈到 这个现象 在相对论 在相对论的 观念 及公式当中 有对这种现象的 说明 物质的大小 物质的大小 不是一定 也不是绝对 小中 可以容大 比如佛经上讲的 比如佛经上讲的 而四天王 实实实在在讲 他并不知道 并没有 觉察到 我们的世界 怎么进入 这些事里头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 那我们现前的世界 是不是也是在 介财子里面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所有一些活动 通通都没有受到 任何影响 这是什么 这是法性的 信的 法而如实 所以 大臣 经教里头 确确实实 有高端的 这些 有高端的 科学 现在科学 用现在的一起 用高深的 数学 探讨 佛法里面 所说的 诸法 实相 发性 许许多多 这个现象呢 跟佛经上讲的 相同 比如讲我们现实的 这个环境 金刚经里面 给我们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泡眼 这是真相 我们眼见的 这些现象 一切现象 是什么 你一定要懂的 都是 基本粒子 组成的 基本粒子 组成 原子 原子 组成 分子 分子 在组成 我们的器官 组成外面 生如万象 你把它分析开的时候 那就是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的现象 刚才讲了 它是不稳定的 它刹那之间 就消失掉 那我们看到 它存在 那是 那就不是 一个粒子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我们看到 是相续 它存在的时间 非常短暂 亿万分之一秒 你没办法觉察 我们所真正看到的 感官的世界里面 看到的 是这些现象的 相似相续相 确定没有 前面一个粒子 跟后面相同的 没有 确定没有 那么这些粒子 怎么样形成的 佛是一句话说破了 一切法从心想 想是个能量 这个能量的作用 非常之大 为什么呢 能量 能 变现出物质 能信色法了 佛经上 古道的解释 见分 想见 见分 要见 想就出来了 这不是 从心想什么 所以真正其辱 极尽的时候 极到 极出 清净 极灭 极灭 天秦 那就是 长济光 净土 里面有没有像 没有像 没有像当中 能现像 所以现像呢 像跟无像是一 不是二 这叫不二法门 为什么 像是妄想 像是幻想 一丝毫障碍 都没有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到外面 不是现像 像即无像 那镜子确实没有像 所现的像 和现像 也是空的 镜子里 丝毫不染住 要知道 比喻 下面 经文 我们就要 讲比喻了 怎么比喻 都没有办法 比喻的恰到好处 比喻只能 比喻一个方法 接近 决定 没有办法 跟真相比喻的 完全相同 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 有智慧的人 从比喻当中 他能够领悟 其辱 所以比喻 在佛法教学里面 是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比喻而其辱境界 那么这就说明 无论是精神的现象 是物质的现象 它存在的时间 非常非常短 那么这个事情 不能不知道 世间人 研究物理 研究量子力 研究相对论 可以说 都是很聪明 都是很聪明的人 那么他们 从物理学的观点 观察 时间 空间 物质 以及现象 他们 他们接触到佛法 感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佛经上 也有这些 类似的 讲解 把今代物理学当中 最精彩的部分 在佛法 全都给描绘出来了 佛法里 真有科学 在今代 确实 有几位 学习科学的 用科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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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来看佛法 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肯定 佛法 不是迷信 现在大家相信 科学吗 佛法里 有科学 科学 帮助 佛法 破除一般人心中 对于佛法 是迷信 这个错误 概念 他能帮助他 破除 这是 他能做到的 至于 如何 欺辱佛法 欺辱佛法 是迷信 尽信 才算是欺辱 不能迷信 见信 不算欺辱 没欺辱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为什么呢 只有迷信 见信 你才超越 什么 前面讲的 三个笼子 都破了 你出去了 恢复自由了 你得到 真的自在了 你得到